正在锅炉前的不是厨师 而是服装公司老板李希榜 身为慈忌人 推诉要及时 他亲手为70几位员工 料理中午的菜色 我自己炉素 然后第一身体感觉到更健康 第二就是烦恼更少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 刚开始员工他们也有一点不接受 接受不了 我就自己买菜 然后自己下厨 然后下厨 然后煮出来的 然后都是素食 想获得认可 就得要先抓住员工的胃 李希榜日复一日的坚持 改良味道 他开始听见了正向的回馈 希榜师兄跟我们大家在一起 就是都在食堂里面用餐 然后就是大家的话 从今年开始改变 就是觉得说 知道说原来素食也可以很有营养 第一天比较不习惯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就还好 吃素栽也本身就挺好的 对身体也挺好的 然后对环保来说也是很好 有怨有力 实业家用行动来证明 如素不再是难事 当然新闻 真善美志工 廖雅面 张新良福建报道 完全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